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成了美国国师了 这个节目出人了 当然出人了 香港的高官 这个节目 对 混得最惨的就主持人 十几年了还坐这儿 还拿那么多钱 转一圈去 又是一个样子 惨的是嘉宾主持人 我一听你们夸我就害怕 以前文道就干过这事 吹捧我的书全是倒着买的 这个不是瞎夸 这个下一集 我把照片给大家看 大家看过那个就是几毕拉登的时候 奥巴马跟那个希拉里 在一个会议室照那个照片 我们扎老师将要出示的照片 有同样的这个效果 今天预告一下 咱们还是说 咱们这扎老师这节 就是说 情人节 你觉得在中国过 在美国过哪个好 你说我在哪过 还是说这情人节在哪过 这情人节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你觉得这个气氛上 咱们是不是比美国还热了 现在啊 这样至少不差 因为咱们这边爱过节 就什么节 真的 因为你看我在这看到 那个圣诞节的装饰吧 就我住的附近 那个有一个世贸天街 他那个圣诞的那个树做的 我就在美国都没看过 用所有的那个叫Teddy Bear 怎么说呀 小熊 小熊堆成一个巨大到顶的 一个圣诞树 没错 特别的打眼 他们过去老有些人 从文化上讲啊 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礼仪 都沦亡了 都过去洋人的这个节了 但是我觉得 其实他们没考虑到俩原因 一个原因呢 中国人是个喜感民族 没错 他什么节 打也无所谓 爱过就过 你弄一个同心链节 中国人也能过也赶过 对吗 这是 再有一个从经济上呢 咱们是一个生意动物 能赚钱的华人都不会错过 没错 我家我就回到星期五回来 我去买花 家里边附近有个鲜花店 跪出了一倍不止 就因为都订不过来 就因为情人节 就订所有的大素的玫瑰 我一看 就那花店里边满地全是 剪的叶子 这太热闹了 而且就今天我才发现 我今天从机场直接过来 我们摄影师 我把我拉过来的时候 我们一路上聊天 他还说 今天晚上要堵车 我在想 怎么今天晚上要堵车 因为情人节 在美国你不会听说 情人节那天晚上要堵车的 中国情人节 中国情人节是会堵车的 都出去使用 但是这个情人节意义 这个有所不同 跟中美都有关系 我觉得情人节最缺的 自然是情人了 对吧 现在大众情人出来了 你知道吗 中国这个媒体 我觉得真是叫什么 他们讲的叫hold不住了 昨天 昨天我在飞机上看报纸 你知道标题是什么 是什么 说 虽然离情人节还差一天 可是世界已经忍不住都把爱给他 谁呢 林淑豪 是不是 林淑豪 所以说我就差点事 老实讲 我昨天才听说这个名字 你这还是做电视的 你看我星期五 星期四上飞机 那时候的头版都是他 还在他的星期五那个大赛的前页 美国的报纸也是 美国的报纸都是 体育版至少 头版都是 然后那个到星期五的时候 他当然又那个就进三 三十八分的那次 那就沸腾了 就完全彻底是一个主流的 这种热点新闻 我最先有的上头版 绝对不是光是亚裔的美国人 就是五年 就是五场比赛 平均都拿二十多分 二十分 超过了 场均二十分 场均助攻七回 这是一个NBA 有史以来最高纪录 超过了那个乔丹 对 以新人出党 意思是说 新人刚上场正选 五场 到现在是七场 四场正选 就是他们对 原来也有比他牛的那双合 什么叫安东尼什么的 他们就说算这工资 你说这个 他每个月也就是多少 每年 80万 500多万人民币 80万美元 对 他80万美元 他对里那两个老大 原来那两个老大 一年都1800万美元 我就觉得从这个事上 我看出人有一种什么 点燃状态 是不是 就是其实有些人 他生命中 属于他的 可能就是这么一段时间 但是不是 林徐坊也许千万年 但是我是说 你看 最近我看一个电影 像拍赛马 这就是那个斯皮尔伯格的那个 拍的一个 The Warhouse 在美雷霆战局 香港翻译 那边也有点烂 但拍马拍的好 我就发现 有些时候 你比如说这匹马 跟另一匹马一起跑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都已经跑到极限了 他老是落后 他一个马头 对吧 马是会竞争 对 但是呢 他不瞧的 音乐一起 陡然间你会出现一个异常状态 这个马 疯了一样 一下子超过去了 这个林淑豪 就有点这么个 其实篮球上面 NBA上面过去 现在有很大的争论 关于林淑豪 就是他到底是哪一种状态 因为你刚刚讲那种状态呢 NBA球员常在那里 Hot Stretch Hot Stretch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 一个很普通的球员 他不晓得为什么 就在一个月 一个礼拜内 他爆发 对 有四五场打得非常好 但很快 又回复 原来那个拥入的正常状态 是是是 那么林淑豪现在关于他的一个很大的争论 就是他到底是处在一个很异常的Hot Stretch 对 我也是这样 还是说他真的是很好 那么这是一直围绕他的争论 但是过去打这五场下来 你观察他的动作 你观察他 因为他们打那个猜挡战术 Pick and Roll 你观察他做的那个很迅速的决定 Pick and Roll 你要那个Point Gun 那个空位 你的决定要很明智 要很快 那一秒内的决定 你会觉得这个人 他不像是Hot Stretch 他应该是就是这么好 所以被他们打败的那个胡人 Coby Bryant Coby Coby后来接受法问 就说到他 就说这个人 他应该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技术 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没发现 所以我觉得这回啊 我关于他的故事 其实大家都已经很清楚 不要再谈 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我觉得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哪 就他的成功 说明的是 大家一向信赖 一向觉得很好的 美国的体育制度的失败 有这么严重 你想想看 他这个年轻人 他过去的经历 他高中的时候 在加州打球 已经入选加州最佳球员之一 那为什么那时候 他去大学 那些名牌的体育大学 不给他奖学金 然后到他打哈佛的时候 他把哈佛队 那时候带上他们队史上 其中最好的成绩之一 但是也没有得到特别多的机会 到他出来NBA选秀的时候 那当然以前有些人选秀 是大家走漏眼的 像John Stoughton那些都走漏过眼 但是没有走漏到这个程度 是选都选不中 你以前是选中排名几十 他现在选都选不中 然后他又去了两个职业球队 两个职业球队就把他炒鱿鱼 很快 最后到了 到了这个New York Knicks 到这个New York Knicks 他那天是差点要炒 前两天爆发 那问题就来了 怎么可能 就因为NBA是个市场经济 然后之前美国的那个题 我们那时候跟中国举国体制不一样 他们是各种 透过各种地区比赛选拔人才 为什么他这一辈子 23岁里面 他一直打球打球打球 而且其实打得都不错 那怎么可能中间都把他漏掉 你中间有多少教练 多少球碳 有多少那种专门挖球 发掘球星的那种经济人 他是要赚钱的 你们都在哪呢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因为对中国有利 就是我们就是可以看 但是我们可以 梁教授讲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爆发期 因为我也没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他这次费的 前面 他 penetrates 林响 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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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喜欢 我喜欢这 林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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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那是 excellent defense 给他 他这些 jump shots 别让他们 去智能被抓到它 ển郁放在楼上 嘗——迁中! 甚至是居家 你 keptacja在遮等等 señora包他是碩的 二的 他在 visuals 打到 Calcot 比不selling 比不狼 The Jeremy Lin Show continues here at Madison Square Garden 听说现在美国所有的亚裔女孩都想嫁给豪宅 那有点夸张 那起码都很喜欢她 全亚裔都很喜欢她 但就说你刚才喜欢 你看加上女孩的条件 男和高学历 做哈佛的 而且呢长得还有个样子 对不对 这些都加着好的DNA 这女人眼睛就发亮 是吗 对对对 因为他这个一来以后就接着闻到刚才话说 现在他们分析就是说 因为他的这个style 就是这个风格 不是那种马上就很抢眼的 所以他们在开始选人的那个短期内没有看出来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可能 这就是讨论 是不是对亚裔有歧视 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他自己跟这个一个写体育报道的 一个台湾的记者就交流过 他说我实际上一直是顶着压力 因为美国人里边 你又能想象体育是一个完全是一个雄性的一个森林 对吧 就是说谁个儿哇 谁什么 这个他说篮球 在美国打篮球 是黑人和白人的事情 亚裔人是受得不到尊重的 他说我一直打篮球当中 就会被周围的人 在大学高中都会 别人就可以说 就是说乐队在校园那头呢 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跑这炒错地方了 然后或者就告诉他篮球上说 说go back to china 回中国去 什么open up your eyes 这种更是就是说你小眼睛了 真大点 都是这种有点种族歧视的 到了现在 就这个周末 你看他这个星期五 这么个三十八份 已经爆炸性新闻 就后边还有种族 这周末已经又出了一个新的 一个争议 Fox的一个黑人的记者 出了一条推特 就轰然就是爆炸式的正义 他说了一句什么呢 这个有点不雅 他就是说 他说今天晚上 因为他是代表尼克斯 在这个纽约大 他说今天晚上 某一个幸运的纽约女王 将要享受两寸长的痛苦 明白吗 就等于暗指人家 就是说等于是这种 就是这个东西小 对 我看到这个 我看到这个版本跟你相似 但不太一样 所以我看那个版本 我是从英文印译过来 我是从中文印译英文 不 我看到他说的意思一样 他就是说呀 今天晚上纽约有一位女士 将会体验到短两寸的痛苦 对 这什么意思 不是短两寸 就是两寸短的痛苦 意思就是说 他那东西只有两寸长 就传这巧语 亚异了 当然 有人觉得这个 这个什么 这是事实 你看他这个 我跟你说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联想起来 这两年有一本畅销书 你肯定知道 就叫Freakonomics 就是这种 有点像那种脑筋 脑筋急转弯式的经济学 畅销书 它很诡异的 它是一个经济学书 可是它经常用一些 你想不到的一些故事来说 这本书呢 里边就有一个关系 开了亚洲男人的玩笑 他说的是印度男人 他说你知道 为什么印度这个大国 现在人数 人口暴增 已经要超过中国了吗 因为他们的这个 经常是意外怀孕 为什么意外怀孕呢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 发的那些标准的避孕套 在印度经常是要 就太大了 最后所以又 怀掉 意外怀孕 所以可是他这个 你还没法说 他是种子 其实因为他有科学 这个经济学书说 他说他调查 他这个数据 是调查了几千个印度男人 自动去量 让这个接受 可能不知道是因为 他什么原因吧 他就量他的尺寸 量之后 最后他统计 就说确实太小了 所以呢 甚至引起了这个 印度政府的政策 就说他们要自己 要多发本土产生的 小号一点的 币氏号 你说这种东西 就说到 我说的这个 就是说到这个 林书豪这个 可是这个推特 一出来以后 我为什么轩然大波 就是无数的人 不光是亚裔的 人的反应 都在都在骂他 骂说你一个 非裔非中裔的人 对他道歉了 这些有点脏 对太脏了 而且他就说 你你本来是一个 非洲人 本来在美国 是常年是受白人嘲笑的 如果现在这种 多元时代 政治不正确的话 如果一个 白人的体育记者 这么说一个 黑人的新兴 后来 那这人要为炒鱿鱼的 对 所以他赶快道歉 他说 哎呀我对不起 我就是小 我其实本来 我整个的报道 我是说 在老虎 这个叫什么 他这屋出来的时候 我是热泪盈眶 因为我作为 非洲的一个人 是吧 所以 对 他说我可以 想见亚裔的人 是多么激动 看到林书豪 可是我 这一句 我说错了 他说因为我妈 从小就让我看 这个什么 Richard Pryor 这是一个黑人的喜腥吗 就是经常开这种黄段子 他说他喜欢 从小就想当喜剧演员 什么的 但是他很失败 对 但是那Richard Pryor 他也是瞎掰 人家那个是 真的是高级的黄段子 那是说的非常好的 而且不是这种 性 就是性歧视的玩笑 他还没看过 他是还没看过 咱们中国 就后半夜 那个电视台播的 那个广告 咱们后半夜 聊的也都是尺寸的 扎老师 而且引用的 都是非洲朋友 牵到个咚咚咚一敲鼓 你知道吗 几个黑人 拿着长毛在树林里 非洲某个民族 那里的男人 有什么十厘米 二十厘米 为什么 因为当地的植物 含有一种什么素 对吧 现在是什么什么什么牌 是吧 什么壮阳药 含有这种素 然后找一个假外国人 带一个眼镜出来 这是国际性学协会主席 中国男人 吃了这个之后 一下暴涨十厘米 但中国人其实这种种族歧视也是很厉害 男生地固 中国人歧视 歧视起黑人来 或者反歧视白人 或者歧视其他亚洲都很厉害 或者歧视起香港人的 那也是很厉害 对啊 没错 香港人是狗狗 或者歧视起河南人 我们自己还省级歧视呢 还搞 对不对 歧视上海人 但是咱们就大哪尺寸 歧视 因为我们个子比较小嘛 对对对 但这回林苏豪呢 这个 没有我们也歧视 歧视日本人 倭寇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矮子 对对对 但你看 我觉得林苏豪 他很特别一点 就在于这种种族歧视 很鲜明的 或者说很隐晦 但是普遍存在的状况下 他跑出来 他有很大的特点 因为亚洲人不是不能打篮球 对 但是打篮球是怎么打法呢 像姚明 姚明是一个美国一般的 NBA球迷心目中的 亚洲中锋的典范 就亚洲人中锋是怎么样 他个子很高大 但中锋也能够投球 对 但他有 因为你高大 你站在那就行了嘛 所以一般人会觉得 亚洲人能够打的话 就是中锋 但Point Gun是什么样的人呢 尤其他这种打法 是他很灵活 运动神经很快 很灵敏 很高速 能够穿越三四个人 产进篮圈 这种东西 过去从来不觉得 是亚洲人做得到 所以为什么这回 很多美国的亚洲人很高兴 他们有一句口号 说Asian can drive 就能开 但他讲那个drive 就是能够drive the ball 就是把那个球 对 开到底线穿进去 然后身体的那灵活性 他就有什么 他怎么twist contour 还什么 它几样都是拳的 又能转 在空中转 然后还能扣 他还能扣来 你以前看那个我 那时候当年追踪 这个芝加哥公牛队 因为我正好住在芝加哥 他放那个乔丹的 那个慢镜头 那真是美的享受 因为他一拉长 他一个球上去以后 他有多少个动作 他怎么转 然后走在空中 一秒多做三个动作 对 然后在最后 完全像一个音乐舞蹈一样 没错 然后那么高的人 对吧 你能身体平和到这种 那就和我们 比如说当年木铁柱 你觉得 他就是因为高 你不觉得技巧 对吧 然后可是大球 他又是大球 又有这种灵活 又和 比如说我们乒乓球好 为什么亚洲人老觉得 我其实中学的时候 乒乓球校对的 后来我一去美国上学 我就觉得 就很不好意思 这么高个子 不打篮球 打平方球 因为你的确看了 那个网球之后 你就觉得这种小球 啪一削 好像这种 有点滑稽感 你知道吗 羽毛球 小球 因为体育上 的确是讲个儿大的 那个儿大 可是你都特别的笨重 对 还是不完美 现在就等于说 照你们西方的标准 是吧 华裔也能跟你玩 而且战而胜之 是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然后呢 说这个人 大陆网友也说 说跟着这个欢喜雀跃 可是实际上呢 他就是个美国人 那当然 是吗 ABC 甚至他也不是个大陆人 对 他是个台湾人 对 台湾后裔 对 但是咱们也感觉很欲有容颜 当然啊 因为我觉得是很多人 马上就去谈一个东西 说哎呀 人家都说自己不是中国人了 你们在瞎起哄高兴什么 我觉得说这种话 有个很大的毛病 就是好像现在必须一个球员 他还要 如果是华裔联统 他还要说他是中国人 我们才应该高兴 跟这个完全无关 对 所以首先 要知道现在为他高兴的 绝对不只是华裔人 是Asian 是 是韩国人 日本人都高兴 对 韩国人报纸 以前登马说 他四分之一学同是 听说了吗 说他妈呀 是朝鲜族的 他小时候跟着他那个 韩裔的外祖父 到中国去生活的 然后呢 你再看看 比如说像亚洲 甚至印度人都很高兴 因为这是整个亚洲的事 不是 是亚裔人的事 跟不是中国人 不中国人的问题 第二呢 就是 撇开任何种族角度 他这个故事 我刚才就讲 美国的这个篮球制度要检讨 就是因为 你制度够成熟 是不会出这种故事 他这个故事是老套到 你觉得连好莱坞都不应该拍 好莱坞拍都会嫌太三情 就是一个underdog 完全是一个 因为你要知道 尤其 我不知道中国人怎么样 尤其美国的文化 流行文化 很流行一种 一种角色 很喜欢underdog 就是 就是黑马 瞧不起 小人物 能够赢 能够成功 他符合所有美国文化很重盖这种 这也是中国故事 就是三年不飞 一飞冲天 三年不明 一鸣惊人 其实而且中国人的哲学讲的 这里很多个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 不光是说他一向打得好 而是说那俩突然不上场了 他有了运气 有一种奇遇 再加上他又信上帝 你知道吗 他就信这种灵感 他每场打完他手 神对对对 首先祈祷 而且现在他美国就跟他 把他比作 一个是 就这一年 有一个美国 有一个感染成型 对对对 Tim Bill 你说他们两个人都是underdog 都是这种 没人看得上 他们能出来 结果都出来了 而且两个人都是 虔诚的基督徒 对 还跟那个Bill Bradley比 对 就是Bill Bradley去了 彭因斯顿 他去了哈佛 公主特别勤奋 都是那种努力 往上走的人 而且呢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曲江楼贯 文明启示录 就是超乎人类常识的 表现之后 大家就会 下来